同学们好,继续学习股份支付 我们看第六个问题 集团股份支付的处理 集团股份支付涉及到母公司给子公司的激励对象授予股份 当然也包括给他自己的激励对象授予股份 我们看具体的一些相关规定 企业集团由母公司和其权子子公司构成的 发生的股份支付交易 应当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第一个结算企业 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 那一般来说结算企业是母公司 以其本身权益工具 实际上最终结算是涉及到母公司的股票 那这种情况要把股份支付交易 作为权益结算股份支付处理 说除此之外 都是属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比如说结算企业母公司 以持有子公司股票和激励对象结算 那不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也是把它作为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结算企业是接受服务企业投资者的 一般就是这样的 母公司向子公司投资 应当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那如果是属于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得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来计算 或应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 确认对接受服务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同时确认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或者负债 这是什么意思 那如果说母公司给子公司的激励对象 授予股份 说那母公司这边怎么做 激励对象是在子公司提供服务 母公司这边当然不可以借记有关的充满费用 如果激励对象是母公司的 为母公司提供服务 母公司才可以相应的确认充满费用 所以这边说不要确认充满费用 是反映到长期股权投资 对应的 假如说这件事情 那是属于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要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确认负战 代应应付职工薪酬 那我们看第二 接受服务企业 没有结算义务 那比如说子公司没有结算义务 或授予本企业职工的 是其本身权益工具的 那比如说 结算企业是母公司 也就是母公司既是结算企业 也是接受服务企业 有机率对象是母公司的 叫做授予本企业的职工 是其本身权益工具 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 作为权益结算股份支付处理 所以这里面 接受服务企业子公司 只要没有结算义务 它都是按照权益结算股份支付来处理的 按照我们解释公告的规定 这是一个解释公告 那再有就是说 接受服务企业 是母公司自己本身 就机率对象是它自己本身 结算企业也是母公司 授予的就是母公司的股票 当然也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接受服务企业具有结算义务 且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 企业集团内其他企业权益工具的 这说的也是母公司本身 既是结算企业 又是接受服务企业 那只要 结算企业授予的 不是其自身权益工具 是持有别人的这一群股票的 那或者其他的方式 比如都是现金 那都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我们这个规定给大家图示如下 先要明确说 谁要确认有关的成本费用呢 就是激励对象 在哪个公司提供服务 这个公司相应的才可以确认成本费用 所以我们看 说主体是否有结算义务 如果现在涉及到的主体 根本没有结算义务的话 像接受服务企业 没有结算义务 我们就是按照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来进行处理 那如果是有结算义务 授予的是否是其自身权益工具 比如说结算企业母公司 接受服务企业也是母公司 那得看 授予的是不是自身权益工具 如果是自身权益工具 我们也把它作为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如果不是自身权益工具 那这种情况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当然如果说母公司授予子公司的激励对象 因为激励对象 是在子公司提供服务 母公司不可以确认有关成本费用 我们前面也看到了反映到长期股权投资里面去 那具体看说 等待期内具体账务处理不下 第一个结算企业母公司 以及本身权益工具结算 接受服务企业子公司 没有结算益 那结算企业母公司 它以本身权益工具结算 是属于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也是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方式 确认有关期间的金额 就是我们前面谈到 比如说阶级管理费用党 那这一块要反映阶级长期股权投资 因为激励对象 是在子公司提供服务 不是母公司 代方资本公金 其他资本公金 那这个数字的计算 也是一样的 量那这一块 应该是资产负债表率 可行权的最佳估计数 价格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来进行计算 那计算当期发生额 仍然是期末累计数 减去期出累计数 这都一样 第二个接受服务企业 按照解释公告的规定 接受服务企业 只要是没有结算义务 都应该把它作为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处理 那现在说的激励对象 是在子公司提供服务 所以接受服务企业 子公司应该借记管理费用等 在这提供服务吗 他要确认有关成本费用 代方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我们书上没有谈合并报表 但实际上母子公司是要编合并报表的 合并报表上就要把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这边资本工具给抵高 这道理也不难理解 这道理也不难理解 编合并报表只是相当于 母公司给自己的激励对象 授予股份一样 那只能是体现一个管理费用等 一个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所以就应该把你这边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 和子公司这边资本工具给抵高 大致知道一下这件事情 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二个 结算企业母公司 不是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 接受服务企业子公司没有结算一母 如果结算企业不是以他自己本身权益工具结算的 他就得按照现金结算股份支付来处理 所以这时刻 借方当然还是长期股权投资 毕竟激励对象是在子公司提供服务 但他的代方要反映应付职工薪酬 金额在确定的时候 就得按照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计量原则来做 比如说 按照每个资产负债表制的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应付职工薪酬余格 当决定某一期间的金额时 同样都是期末累积数减期处累积数来计算 这都是一样 我们再看接受服务企业 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 都是按照权益结算股份支付处理 所以借方借管理费用 带资本攻击其他资本攻击金额 那你计算是这个价 一定是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和母公司这边不一样 母公司 他要按照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计量实施每个资产负债表制的公允 不一样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接受服务企业 因为激励对象在这提供服务 所以他会借记管理费用等 接下来我们看 如果说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合并报表作为一个整体 把多余的东西就要消除掉 我们先要清楚 那你站在合并报表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股份支付 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还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合并报表上 你保留的权益只是母公司的吗 子公司所有的权要被抵掉 而现在他根本就不是 以母公司自身权益工具来结算的 所以合并报表 一定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那我们看 把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资本工具给抵了 但是这两个数字数不一样 你想一个是按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算出来的数字 一个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算出来的 现在大家应该清楚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他是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 供应价值算的 而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不是 是每个资产负债表 是供应价值重新算的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差 差呢 我们把它反映到管理费用 相当于把管理费用的数字 调整到了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因为 原来的管理费用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而你长期股权投资呢 这边 那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所以差额 一调完了 我就变成了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最终的结果 我们寄到管理费用的数字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应付职工薪酬 当然现金结算股份支付了 这个事情呢 合并报表上 应该大致要知道 我们看第三 结算企业和接受服务企业 均为母公司 这没有合并报表的事情 是母公司授予自己激励对象股份 那如果授予的是自身的权益工具 本身权益工具 当然就是按照权益结算股份支付来处理 会计上借记管理费用等 带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就跟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处理方式一样一样 第四 结算企业和接受服务企业都是母公司 且不是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 那这个时刻都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得按照现金结算股份支付处理的方式去做 借记管理费用等代方应付职工薪酬 这是集团股份支付 涉及的一些会计处理 我们看19年的单选题 甲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 经股东大会批准 向其子公司乙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授予其自身的股票期权 对于上述股份支付 在甲公司和乙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中 正确的会计处理方法是 我们看这里面 是母公司向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授予 自身股票期权 所以母公司当然要把它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来处理 而子公司是接受服务企业 对于集团股份支付 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的 我们都把它作为权益结算股份支付来处理 因此我们要清楚 这个题别管是母公司还是子公司 都应该是按照权益结算股份支付来处理了 给的选项 A 均作为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不行 B 甲公司作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以公司作为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那么也不对 刚刚分析过 都应该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C 均作为以权益结算股份支付处理 那这个其实并不复杂 C就对了 D 甲公司作为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以公司作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那当然也不对了 那么正确的是C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例题 甲公司为境内上市公司 720年度财务报告于21年3月20日 经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 2020年 甲公司发生的部分交易或事项 以及相关的会计处理中下 20年7月1日 甲公司实施一项向乙公司 乙公司是甲公司的子公司 10名高管人员每人授予10万份股票期权的股权吉利计划 甲公司与相关高管人员签计划 甲公司与相关高管人员签订的协议约定 每位高管人员自期权授予之日起 在乙公司连续付4年 既可以从甲公司购买10万股乙公司股票 我们要注意 那甲公司授予乙公司的激励对象 是自身权益工具吗 不是 激励对象得到的是乙公司的股票 所以对于甲公司来讲 当然它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啊 因为不是自身权益工具 购买价格每股是6块钱 该股票期权在授予日 20年的7月1号这一天的公允价值 每份是8块钱 20年12月31日的公允价值 每份是9块钱 截至20年末 10名高管人员中 没有人离开乙公司 估计未来三年半内 将有一名高管人员离开乙公司 就是到资产负债表制 要确定可行权的最佳估计数吗 你要考虑有多少人离开了 还有多少人要离开这个数字 那看说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他是怎么做的呢 实名高管 说 当年没有人走 但是未来剩下三年半 有一个人要离开 来检疫 然后这里面呢 他说每人授予 10万份股票期权 来个乘以10 之后呢 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供应价值 咱先别说他对不对啊 这数字怎么来的是这样 那授予日 每份的供应价值8乘以8 等待期一共4年 说一年第一年 记多少四分之一 半年的时间乘以三分之六 你看 给表达他挺好 借记管理费用带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90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判断甲公司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并说明理由 如果甲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编制更正的会计分析 无需通过以前联动税议乔转科 但我们清楚 甲公司这一边根本就不是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必须是授予自身的权益工具的 另外要注意的问题 甲公司他能不能 往管理费用里寄 激励对象 根本就不是在甲公司提供服务的 那甲公司是向 以公司的高管人员授予的 所以他应该是要反映到长期股价投资里去 因此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 对于甲来讲 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所以他在进行处理的过程中 按照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供应价值 要计量应付职工薪酬余格 然后我们要借长期股价投资 再应付职工薪酬 说本期发生数 按这个来反映 根本就不能寄管理费用 也不可以借到资本公司去 所以我们要说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 母公司为子公司员工授予股份 那应该要确认长期股价投资 由于甲公司给激励对象支付的股票 是乙公司股票 站在他甲公司角度上 不是授予自身权益工具 所以应该把它作为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处理 那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就不是授予日权益工具 公允价值来进行计算了 它这个价格 要每个资产负债表 是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的 那我们看这个数应该是多少 实名高管 未来三年半有一个人走开 大年没人走 这是说预计能够行权职工人数 那乘以每个人的股票期权数 我们要乘以的数 现在是20年底 所以要按照20年底的 公允价值来进行计量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计量时的价 是每个资产负债表里的公允 那要乘以9 乘完9之后是4年中 要往成本费用里面寄的 那对于甲公司来讲 说没有寄成本费用 那也是说长期股权投资里寄的 那乘以四分之一是每一年的 再乘以十二分之六 20年的下半年 101.25 那我们看更正分路 你要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101.25 代应付职工信酬 101.25 要做这个 然后把前面 他做的分路 这一笔借管理费用 带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90给冲了 因此有 借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90 代方管理费用90 这是集团股份支付 下面我们看第三节 股份支付的应用举例 那这一节相对来说不太复杂 只是一些计算 我前面的原理都清楚了 那他的会计处理比较容易 三个问题 一个是付服务年限条件的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那第二个呢 是付非市场业绩条件的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第三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付服务年限条件的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我们看教材的例二 A公司唯一上市公司 2017年1月1号 公司向其200名管理人员 每人授予100股股票弃权 这些职员从2017年1月1日起 在该公司连续服务三年 即可以5块钱每股 购买100股A公司股票 从而获益 公司估计该期权在授予日的供应价值是18块钱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要考虑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第一年有20名职员离开A公司 A公司估计三年中离开的职员的比例将达到20% 因为每个资产负债表示我们要算可行权的最佳估计数 当然涉及有多少人能够行权 那第二年又有10名职员离开公司 公司将估计的职员离开比例修正为15% 第三年又有15名职员离开 所以最终离开的职工的人数是45人了 第一年20个 第二年10个 最后一年有15个 这是一个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涉及到每期要确认费用和资本公积 那我们看一下教材上表的计算过程 20-7年 200名职工 在20-7年底估计有20%的人会离开 那能够行权职工人数用200乘以 一减20%的人数 然后我们乘以每人是100份股票期权 100个股票期权 那这是说 20-7年底 可行权的数量 最佳估计数量 有这么多股票期权 我们要乘以收与日权益工具的公民 加之18 那乘以18 到这呢 是说 三年中往费用里面寄这么多 站在20-7年底来看 那当年寄多少 一年的时间乘以三分之一 所以当期费用的金额是9万6 累计的也是9万6千 20-8年就要累计计算吗 习惯累计计算 20-8年 估计行权职工人数200乘以一减15% 因为他说 估计有15%的人不会行权 我们再乘以 每个人的股票期权数 每人是100股 那这是属于数量 价都是授予日的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18 所以我们这里面要乘以18 等待期三年过去了两年 乘以三分之二 这是说 第二年末累计 往费用利息的进口 那这个数字 是20万4千 我们把第一年的9万6扣了 那当期寄的费用数字是 10万8千 再看2009年 200名职工最终走了45人 还剩150名 155名 每人是100股股票期权 也是乘以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那这个数字到这儿 就是三年中往费用利息的总数 当年记多少 当年记的 把原来已经记的累计数 20万8年底的20万4千扣了 就是当年的 所以总数是279000 把上一年末的204000扣了 那就是当年的7万5千 因此大家知道 到第三年结束时 问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总的金额是多少 那就是这个数 刚才圈起来 155乘以100再乘以18 所以叫做实际性权职工人数 每人的股票期权数 再乘以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这几项强承 那看账务处理 第一个207年1月1号 这是授予日 不是立即可行权的 所以不做账务处理 那第二 207年12月31日 我们借记管理费用带资本公积 当期的数呢 是计算出是9万6千 第三 208年底 按照当年算出的数 期末累计数 减去上期末累计数 算出的是10万8千 借管理费用带资本公积 10万8千 第四 209年底 借管理费用带资本公积 7万5 并不复杂 第五 假设全部155名职员 都行权了 那我们看美股面质一块钱 银行存款 也知道155 再去乘以 每个人是 得到100股股票 100股股票集权吗 然后 要乘以 行权价 行权价格是5块钱 就这个数 之后资本公积 那应该是 行权职工人数 155 乘以每个人的股票 移权100 乘以授予日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我们前面也看到了 那这颗计算 授予日权益工具 供应价值18 就是这个数 乘以18 那是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股本 每股是一块钱 所以这块实际 行权职工人数 155 每人是100股 乘以1 15500 最后 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 就是一个差额 把它去确定 我们看第二个 资非市场业绩条件的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还是一个权益结算股份支付的例子 第三 207年1月1号 A公司为期100名管理人员 每人授予100份股票期权 这个数量太少了 100份 100万份可能挺好 只是说 举例子 第一年年末的可行权条件 为企业净利润增长率达到20% 那这是属于业绩条件了 第二年年末的可行权条件 为企业净利润 两年平均增长15% 第三年年末的可行权条件 为企业净利润三年平均增长10% 每份期权在207年1月1日的供允价值是24块钱 207年12月31日 权益净利润增长了18% 同时有8名管理人员离开 公司预计208年将以同样速度增长 因此预计将于208年12月31日可行权 另外呢 公司预计208年12月31日 又将有8名管理人员离开企业 那这里面我们会看到啊 如果说第一年的净利润增长率要达到20%了 等待期只有一年 那第一年末就可以行权了 但是他没到 他说只是18% 那往下再讲 他说下一年 还以18%的速度增长 那就是平均增长 也是18% 然后行权条件第二年末只要是净利润 两年平均增长到15%就可以行权了 所以这个呢 在207年底估计 等待期就是两年 因为208年底就可以行权 这等待期没定不定 我们再往下看 208年12月31日 公司净利润仅增长了10% 那18%加10% 28%除以2 14% 没达到15% 又不能行权 另外 实际 有10名管理人员离开 预计第三年将有12名管理人员离开企业 209年12月31日 公司净利润增长到8% 那就只那三年来了 等待期啊 第二年又不行 三年平均增长率是12% 因此达到可行权状态 当年有8名管理人员离开 所以这个题目 在207年底 估计等待期是两年 208年底 估计等待期就是三年 可行权条件 它是一项 非市场业绩条件 我们前面也分析过 第一年 没有达到20% 也就是 体力谈到207年底 然后我们看 207年的 有8个人走了 估计未来还会有8个人离开 等待期之两年 可行权的数量 人数呢 是说 100减8再减8 那你要算整个的 股票期权数 再乘以每人的100份 股票期权就完了 再看第二年年末 还是不行 原来估计行 那这个时刻 等待期就要调到三年 那在第二年年末 208年底 估计可行权职工人数 100名职工 207年走了8个 208年又走了10个 说估计啊 最后一年 还有12人离开 那我们括号里的数 是208年底估计 能够行权职工人数 你要再倡议 每人是100 股票期权 那就是208年底 可行权的最佳估计数量 第三年年末 目标实现了 那实际离开的人数 是8个人 就是原来 在208年底 估计最后一年 要走12个 实际走了8个 那公司呢 这三年费用的一些确定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同时要确认资本攻击 207年 100名职工 走了8个 估计还有8个离开 乘以100 这是207年底估计 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这是个估计的吗 因为人不定 虽然每人的股票期权 是相当 它是估计数 要按照 授予日权益工具的 供应价值计量 这个题目 授予日权益工具的 供应价值是24 当时在207年底 估计两年可行权 所以等待期两年 那我们第一年 往费用力记多少 乘以二分之一 算出的是10万零八百 那累计数 当时也是10万零八百了 应该是第一年 208年 估计能够行权职工的人数 前面有个说明 100减8减10再减12 常以每个人的股票期权数 100 那乘以授予日权益工具的 供应价值是24 这是说等待期 往费用力记的总数 站在208年底来看 但是我们这时刻 等待期不是两年 没有结束 等待期变成三年 已经过去两年 所以累计应该记多少 这一年 乘以三分之二 那是累计数 累计费用的数呢 到这就应该是11万两千 208年当年记多少 要把之前已经记的 10万零八百扣了 208年当年 往费用力记的是 11千二百 再看209年 100名职工 207年走了8个 208年走了10个 209年最后走了8个 最终行权职工的人数 100减8减10再减8 每人100乘以100 授予日的供应价值24 都是乘以授予日权益工具的 供应价值 那就是说 最终往费用力记的 17万7600 209年当年记多少 把之前累计记的 11万两千给扣了 等于65600 这是他计算过程 我们看账务处理 第一个 207年1月1号授予日 是不做账务处理的 这不是授予日立即可行权 那第二个 207年12月31日 我们算出来的数字 往费用力 这里要寄管理费用 借寄管理费用 带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10万08百 第三 208年12月31日 我们也有个计算 往管理费用力记的应该11,200 借管理费用带资本工具 11,200 209年 按照我们前面计算的 数呢 是65,600 借管理费用带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65600 第五 假设全部74名职员 那都在10年12月31日 免费获得A公司股票 那这里面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我们前面有个计算 就说是74名 都行权了 每个人是100 一定要常以授予日 权益工具的工员 加24来算 那就是177600 股本 那股本就是74 每人是100股股票 每股股票一块钱 7400 资本工具股本一价 那就是个差额 那如果说不是免费的 借方当然就会有银行存款 那银行存款数字的计算 也跟大家谈到过 最终行权职工人数 乘以每人股票期权数 再乘以每一股股票的行权价 那反正最终 倒几资本工具股本一价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大的问题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这是个例子 叫财的例四 205年年初 公司 公司为期200名中仓以上职员 每人授予100份现金股票增值权 那现金股票增值权属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增值部分给激励对象 这些职员从205年1月1日起 在该公司连续服务三年 即可按照当时股价的增长幅度获得现金 该增值权应在209年12月31日之前行使 A公司估计 该增值权在负债结算之前的 每一资产负债表日 以及结算日的公允价值 和可行权后的每份增值权现金支出额 表12-3所示 这是给的公允 因为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每期确认成本费用时 都是要按照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应付职工薪酬余格 所以这个应付职工薪酬 问是按照什么计量属性计量的公允价值 那给了数字 20-5年14 6年15 7年底的18 8年底的21 支付现金不是在可行权日都支付的 那他说 在20-7年底支付时 是按16来支付 8年底支付是按20支付 9年底按25来支付 就是支付现金的 第一年 有20名职员离开A公司 A公司估计三年中还将有15名职员离开 所以第一年 那估计就有35人会离开了 我们当时授予的一共是200人呗 200减近35 后面大家会看到的数字 第二年又有10名职员离开公司 公司估计还将有10名职员离开 那第二年的时候 估计离开的人数 第一年的20 加上第二年10 再加上后面估计的还有10 就变成40要离开了 第三年又有15名职员离开 那我们知道到第三年 最终真正离开的人数 第一年到20 第二年10 第三年15 一共45人离开 然后第三年年末 有70人行使股份增值钱取得了现金 因为我们 到真正行权职工人数是200减去45 那是155人呢 没有在第三年末全都行权 第三年末只是一个可行权日 所以这里面说 有70人行使了 第四年末 有50人行使了股份增值钱 什么时候行使增值钱 你付现金按照那个时刻支付现金 每一份增值钱的数来算 第五年末 剩余35人也行使了股份增值钱 那下面我们看费用和应付职工薪酬的计算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每一期往非盈利器 同时确认应付职工薪酬 看这个表 205年 200减35 这是估计能够行权职工的人数 因为说走了20 估计还有15人会离开 能够行权职工人数 200减31 每人现金股票增值权 给的是100 100%现金股票增值权 乘以14 这14是什么数 是授予日的吗 不是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要按照每个资产负债表制的公允价值来算 你看前面表里面 205年底的 给定公允价值14 乘以14 那到这儿就是 说 等待期三年 三年中往非盈利器这么多 第一年寄多少 乘以三分之一 那他就是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了 所以我们看负债是77000 当期往非盈利器的也是77000 再看206年 200名职工 206年底估计的不能行权的是40人 就是当时讲 第一年走了20 第二年走了10个 估计第三年还有10个离开了吗 这个40 能够行权职工人数 200减40 每人是100份现金股票增值群 乘以100 然后我们要乘以15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206年底给的公允价值15 那到这说 站在206年底来看 三年中往管理费用利器的进化 过去两年累计计多少 乘以三分之二 所以这个累计数呢 就是负债的余额 应付职工薪酬余额16万 我们当期往费用利器多少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16万 期出数是77000 期末减7出就完了 因为没有牵扯到 当期支付职工薪酬的事 还没到可行权日呢 16万减去77000 等于83000 到20毛70 200名职工 最终走的是45人 所以到可行权日能够行权的是155 但是我们算负债余额时 20毛7年底有70人已经行权了 那要把这70人也得扣了 剩下的 是未来行权的人数 那还剩这么多人 每人100分现金股票增值钱 负债吗 要按照 每个资产负债表 是供允价值计量 题里面给定20毛7年底的 供允18乘以18 因为20毛7年 三年都结束了 所以算出负债的余额数呢 是他 153000 这是期末余额 然后由于到可行权日 我们有70人行权 要付现金 那支付现金 当然应付职工薪酬 就会减少了 这样呢 70人 每人是100分 现金股票增值钱乘100 这一天 20毛7年底支付现金 12周16来算 乘以16 支付现金数是 112000 那我们当期的费用 是怎么算的 当期是应付职工薪酬增加 你想 应付职工薪酬的七出数 我们站在了某七年底来看 七出数是16万 本年减少了十一万两千 期末数是15万3 那你算增加数没问题 我们都知道 七出 加上增加 等于 期末 加上减少 那现在算应付职工薪酬增加数多少 期末加减少 减七出呗 那我们这个数 怎么来的 20毛7年 期末 153000 加上减少数支付的现金 112 112000 减七出 16万 不就这个数吗 这应该也不复杂 那我们再看 到了20毛8年 200名职工走了45个 20毛7年底行权70减去 20毛8年又行权了50人 这剩下的 在最后20毛9年底行权的 我们乘以100 每个人是100份现金股酬增值钱 再乘以21 那是20毛8年底的供应价值 算出是负债余格 73500 支付现金 50人每人100 这一天负现金 每一份现金股票增值钱20负 乘以20 负现金是 这个数 10万 所以同样呢 我们要算本期的增加数 10万加上73500 期末加减少吗 期末是73500 减少是10万 减7出10万3000 那这个数就算出来了 20500 再看20毛9年底 全都付完了 该行权都行权了 那就是应付之工 薪酬的余额是0 没了 我们现在减少了35个人 每人是100 这一天付现金 每一份付的是25 是25算的 所以支付现金是87500 那本年增加数 0加87500 这不是期末加减少吗 减7出73500 等于14000 这是他的计算 然后当期费用往什么地方寄 在激励对象 工作的期间 为公司提供服务的期间 你寄有关的成本费用 我们这里针对于管理人员 前三年在提供服务 所以这三年呢 我们会计处理的时候 把它寄到了管理费用里去 提供服务吗 寄管理费用 但是后续的就不行了 可行却日头都可以走 你再往管理费用里寄大行吗 但后面钱你该给还得给 所以后续的第四年 第五年 208、209 就是这两年 我们不能寄管理费用 这个呢 要把它寄到公民价值变道 随意里去 放到进去 这是他的处理 所以我们看 账目处理 第一个 205年12月31日 借记管理费用 7万7 代应付职工薪酬 7万7 是计算的呗 206年底 借管理费用 代应付职工薪酬 8万3 207年 借管理费用 代应付职工薪酬 10万5千 然后我们这一年呢 注意有一个 行权的 就应付职工薪酬 当期减少数 所以有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方代计 银行存款 付这么多现金 11万2千 2098年 我们看 这里借方就是 供应价值变道损益了 不能是管理费用 因为是属于 可行全日之后的事情 我们有借供应价值变道损益 20500 代应付职工薪酬 20500 只要说 不需提供服务 后续的供应价值变动 你都得是 寄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然后这一年 又付了10万 就是行权的人数 按照这些人员付的职工薪酬 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应付存款10万 209年12月31日 同样借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1万4 代应付职工薪酬 1万4 实际支付的最后是 87500 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应行存款 87500 这就是他的处理 那现金结算股份支付啊 授予制 如果不是立即可行全的 不做快捷处理 那一般都不是立即可行全的 然后等待期里面 每期记住成本费用金额 你用应付职工薪酬期末 加上当期支付的货较减少 减去期出来进行计算 当然到可行全日 才会涉及到当期有支付的问题 可行全日之前 我们要往成本费用内计的时候 就是期末减期出就行了 可行全日之后 每期记得只能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你不要再正常的充满费用 算法都是一样的 期末加减少也就是支付的 减期出来进行计算 那这个事情我们要清楚 那这一章 我们要知道股份支付的概念 给定事项要能够判断 是不是股份支付 那如果说是股份支付 要能够分心 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还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我们要掌握股份支付的 确认和计量 涉及有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还有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原则呢 我想大家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就是授予日权益工具的 供应价值计量 这是价 而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它的价 怎么选的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的供应价值 那我们在算数字的时候 还有一个量 那是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可行权最佳估计数 也就是说你要算出 可行权的人数 然后再去乘以 每个人的股票期权数啊 或者现金股票数啊 或者现金股票增值权的数啊 算的方法 每期确认成本费用时 都是期末 减期出 这个要清楚 那对于限制性股票 稍稍复杂一点 大家呢 应该是掌握19年那个松涛题 对于集团股份支付 母子公司个别报表的会计处理 我们应该都要清楚 好 这一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